我们看到现场选手们正在进行的是扑克牌的马拉松记忆 也就是一个小时里看谁记下的扑克牌最多 而且这个起点是十副牌 是吧 最低的水平是十副牌 是吧 林先生 世界记忆大师最低的标准是十副牌 那么如果说 如果你不想去拿这个世界记忆大师称号的话就不需要 如果不要拿这个大师的话 是可以根据自己亮丽而平 选择自己能够记下的 对 没错 我看现在选手们正在记这个牌 就像刚才郭老师给我们介绍的 其实选手们看似很安静 他们脑海里正在进行着脑力风暴 他们心里正在记着他们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个故事 是吧 他们是用这样的一个故事来串联起这些扑克牌 然后把他们的顺序给记下来的 可是我觉得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好像打造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这么一个构架 好像很复杂很困难 您怎么看呢 其实不困难 但是打造这个打造工具的时候 会花点时间 那么一样的就是等于说我们生产一部汽车 我们肯定在生产之前 我们在研究过程上肯定花很多时间 但是当我们研究成功的时候 我们会批量的生产 一样道理就是说 当我们掌握了这个一套记忆的方法 打造工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呢 很快速的学习 可以示范功倍 我特别想知道 就是如果我们可能很多孩子都想来学习这个 学习这样的一种记忆的技巧 那么我想知道如果学习了这个以后 对于孩子的学习 对于他的日常生活 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呢 那首先对学习来说 肯定是示范功倍了 因为过去呢 其实我们如果用传统的记忆来记课文呢 或者记我们学科的知识的话 其实相当困难 他这个记得容易 但是遗忘的也很快 但是如果是我们掌握了这个 科学的记忆方法 我们真的可以示范功倍 假如说一学期的这个课本呢 其实完全可以在两天以内 完全可以记得 把核心内容记住 那么对于孩子来说 入门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入门的话其实 如果说只是提高记忆方法 学习记忆课程的话 其实最快两天都可以做得到 那要进入这样的一个比赛呢 参加这样的比赛呢 参加比赛了 等一下我们这里呢 我们选手呢 有一个选手 我们应该关注一下 就是来自武汉的一个王空同学 他从开始接触 这个新世卫记忆法的训练 到去参加这个第17届的 世界脑力锦标赛 仅仅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而且还获得了世界记忆大师 我记得了 感谢观看